远看一堆土,近看土一堆,人们常常用这句话戏谑地打去,散落在赫兰山东路的西夏亡陵,殊不知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王朝,曾有着怎样灿烂的文明,它是武侠小说里慕容赋一心想拉拢的对象,也是党相族建立的能与辽、宋、金抗衡的彪悍政权,然而在史籍没有详细记载的情况下, 这个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王朝就突然灰飞烟灭了,对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来说,西夏的领土面积并不算小,比起丝绸之路上楼兰、金绝等西域诸国,它的面积是他们的几十倍,但比起辽、金等王朝来说,它的存在感似乎也太低了,它是二十四史中唯一没有记载的王朝,历经实地,很多人对它的了解都只停留在金庸的小说里, 殊不知,真实的西夏是个佛系的钉子户,它是由党相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朝代,虽然周围都被辽、宋、金、蒙古等大佬还似,却硬是凭借强悍的生命力,比面积更大的辽、金更长命, 其实,这个政权在早期的时候,完全是一副小弟姿态,被各个政权包围的西夏,简直是钉子户般的存在,西夏的建国历史非常有趣,他们的祖先原本是居住在四川松攀高原上的党相族,唐朝时才迁居陕北, 这时,族人中出现了一个超级牛掰的人物,拓跋司公,他凭借超强的战斗力和领导力,帮助大唐平定了皇朝起义,于是堂皇大手一挥,不仅封他为夏州节都市,还特赐国姓礼,形成了一个地方势力,但好景不长,随着大唐的覆灭,五代十国时期,中原走马灯似的换着不同的老大, 后汉,后蜀,后进,后唐,但无论是谁,他都低眉顺眼地自称小弟,打仗有什么意思,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快乐吗,于是,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混着,谁知一不小心就混成了一方土豪了,当然,这还得感谢西夏这块福地,所在的地界竟然盛产一种当时能够当钱花的青岩,相当于自带一棵摇钱树,此外,还顺便养养牛羊,做做买卖, 数钱数到手软,这是什么神仙日子,那时候,党项人的日常就是,风吹草地见牛羊,晚上升起一堆火,再撒点自然面,日子别提多滋润了, 然而,这样的日子到了宋初,传到李继彭的手里就戛然而止了,李继彭这家伙完全就是个没长大的熊孩子,别提什么政治报复了,被卖了都还替对手数钱呢, 他因为继位时,太年轻老臣子们不买账,一气之下,竟然跑到宋朝朝进,还主动放弃了世袭割据,后来甚至改姓赵,更名为赵宝忠, 将老祖先辛辛苦苦维持下的政权双手奉上,这是李继彭愿意,他弟弟李继谦可不干,于是,李继谦对内不断娶党向豪族的女儿, 壮大自身势力,对外则采取连辽抵送的方式,陆续占领兰州与河西走廊地区,终于在公元1038年, 他的孙子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,即夏景宗,国名本来为大夏,简称夏,又自称邦尼定国或白高大夏国,西朝, 因其在西方,宋人称之为西夏,虽然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并不在西夏,他却偏偏玩出了女王的style,历史对西夏的女人似乎格外眷顾, 游牧民族的女性地位要远远高于农耕民族,这使得西夏的女人几乎拥有与男人一样的天空, 当中原女性遵从三从四德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时,西夏女人拥有极大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, 社会和道德对她们非常的尊敬和宽容,1909年,在经内蒙古俄纪纳其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天圣律令, 里面有许多关于女性权利的规定,如女性可以同其他男子出逃生活, 如果一段时间不再喜欢,可以与另一个两情相悦的人一起逃走, 再组建家庭,即使返回原来的家中生活, 元夫也不可以阻拦,除了婚恋自由,西夏的法律还明文规定, 女性可以从军,这些入伍的女兵被称为马魁或债妇,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女性合法入伍的唯一记载, 西夏马魁大多勇武善战,战功赫赫和男兵一同奋战在前线, 同时期的北宋虽然没有女兵,但他们对西夏女兵并不手软, 斩杀了也可报军功,这一点反映在政治上,也十分有趣, 众所周知,几乎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是想尽各种办法, 不允许女性参政,像吕后,武则天,慈禧等少数女性实权统治者, 简直是凤毛麟角,而西夏由于是党向枪族创建的政权, 对女人参政的排斥程度并不是很强烈。 西夏王朝享国一百九十多年,就出了几个有名的女人, 即墨葬氏,大小梁太后,罗太后, 她们与男人一样主政了整个西夏历史的一半时间, 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根本没有过的第一, 比如西夏的第一个皇后,墨葬太后就靠着李元浩几岁的儿子亮座, 而登上权力的顶峰,从此开启了母后甘政, 外妻专权的局面,墨葬太后容貌妖野, 恃宠骄纵,喜欢游猎,也很有政治才能。 她在垂帘听政时期,施行人政, 一是主张与邻国和慕友好,防止战争使百姓生灵涂炭, 二是杜绝外妻侵扰边地,贪腐乱国。 一个女人能有这样的政治见识,非常难得。 而接下来登场的其他几位女强人更是一个赛一个的狠角色。 梁太后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, 就帮助十五岁的李亮座击败了准备谋反的鹅旁及其家族,夺取十权。 之后,她的侄女小梁后步入政坛, 不仅继承了姑姑大梁后的政治野心, 更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狂人, 为了肃清政治对手,不惜灭了自己的娘家人, 对外则不断发动对宋、辽的战争, 劳民伤财,之后的罗皇后则精通汉文化, 帮助丈夫李仁孝将西夏文化发展到了顶峰。 西夏王朝一直以来都以神秘著称, 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, 独创的西夏文字,英姿萨爽的西夏女兵。 此外,她们的风俗习惯, 生活方式也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, 直到今天看起来仍让人大跌眼镜, 比起当时宋朝人内敛的感情表达方式, 党向人的感情浓烈, 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相当的激烈,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, 爱到深处可以死, 其他王朝把鼓励青年男女殉情的小说纷纷列入禁书, 西夏反其道行之, 在她们看来, 当青年男女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, 不是应该举行婚礼, 而是奇怪地跑到山上一起自杀, 这才是男女之乐, 家里人也不悲伤, 把她们的尸体找到后, 用彩仇包好外层再用沾果渣, 杀牛设计, 然后立一个树丈高的木架, 将二人的尸体放在上面, 传为飞升上天, 男女两方家族在下面击鼓饮酒, 近日而散, 当然, 党向人爱得深, 也恨得切, 如果和别人结下了梁子, 那这个仇绝对是非报不可, 在大仇未报之前, 他们会捧头垢面, 不穿鞋子也不吃肉, 表示不杀仇人就不过正常生活的决心, 但党向社会有一种传统习惯, 即不趁人之危, 仇人家中如果有凶丧之事, 就会停止公法, 如果因为自己势力弱小, 不能正面和仇人对抗, 就动员家中妇女到仇家去放火, 焚烧对方的房屋, 为啥偏偏要妇女去放火? 这是什么魔鬼操作? 原来,党向人把与女人斗殴视为不吉祥的征兆, 所以即使来放火, 仇家也只能避开, 双方仇怨如能和解, 则要举行一种仪式, 将鸡血、狗血等对入酒中, 双方同饮, 并发誓说, 若富报仇, 古脉无收, 男女秃颠, 六处一死, 毒蛇入账, 西夏是个多民族的王朝, 这个习俗并非只是党向人独有, 汉, 回狐, 吐蕃人长期, 居于此地可能也会被铜化, 更神奇的是党向人的铸剑水平和造纸技术了, 西夏境内虽没有铁矿, 其铸剑水平却远在中原地区之上, 西夏国的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, 在兵器中举世无双, 就连宋朝皇帝都喜欢佩戴西夏剑装备, 除了剑, 西夏还出产梁弓强弩, 其攻击力之强, 轻而易举就能将宋军的盔甲射穿, 党向人的造纸技术更是另辟蹊径, 造纸术在北宋时期就已发展得相当成熟, 但西夏的造纸术却并非学自中原, 而来自敦煌, 西夏曾攻打下敦煌地区, 在这里获取了大量的前代文化典籍, 其中就记载了纸的制作流程, 聪明的西夏人不仅从这些, 典籍中学会了造纸术, 还结合本民族特色, 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, 用麻布与棉花替代木材进行造纸, 再使用各种添加剂, 如淀粉、 华石粉、 黄柏枝等, 节约了纤维材料的同时, 又增加了纸的不透明度及平滑度, 还可以防住, 最终突然消失在了历史黄沙中, 有人说, 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, 对西夏进行了屠城, 也有人说, 西夏人是消失了, 但并不是被杀光的, 他们为了保命, 披上了小马甲, 融入了各个民族中, 散落在全国各地, 夏尔巴人, 加荣藏族, 河南阳氏等, 都可能是他们的一脉, 但真相究竟如何,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解开了。